从小一级长大的私党,惊喜多,张韶、韩鹏与演示同学,陈关西谢霆锋从小玩到大。 正所谓,娱乐是个圈。 娱乐圈中,其实有很多明星是从小一级长大的私党,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有哪些明星发小是显为人知的吧。 刘以菲和姚贝娜是名副其实的从小一级长大的私党,两人都出生在武汉,从小就是很好的玩版。 两人的发小身份曾经还在网络上认证过,姚贝娜发文回忆和刘亦菲的童年时光,称两人相识时自己11岁,刘亦菲5岁,刘亦菲也回应称谢谢姚贝娜儿时的陪伴。 后来姚贝娜因病是事实,刘亦菲也第一时间表示了沉痛的哀悼,可见这段儿时的友情是非常珍贵的。 除了刘亦菲和姚贝娜,还有一对大家根本想不到一起去被死党,就是陈冠希和谢霆锋,两人可以说是从小玩到大,就连踏入娱乐圈也是前后脚。 两人在很多部电影中都曾有过合作,也因两人初中的外表,常常会被一起踢到,当时的他们,关系是真的非常铁。 最近大事归来的张韶涵,即使和男神彭于燕是很多年的好朋友,两人初中高中都是一个班,关系非常好,上学时彭于燕也是和时会去张韶涵家蹭饭吃。 后来两个人又机缘巧合的先后来到娱乐圈发展,工作后的他们也一直保持着上学时友情,两人虽然在网络上面互动不多,但一直是很好的朋友。 两人都曾遇到过事业的低谷期,在有些地方算得上是惺惺相惜,因此在互相的低谷期时,两人都有在互相鼓励,共度难关。 王祖兰和荣祖儿其实已经认识30年了,两人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同学,荣祖儿上王祖兰主持的综艺时,两个人还做过搭档。 在娱乐圈不同领域奋斗的他们经常也会互相照应,比如说荣祖儿上演唱比赛节目时,王祖兰就特意去节目现场探班荣祖儿,为他加油打气。 杨子和张一珊这两人可以说是全国人民见证的死党了,两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因合作拍摄情景剧而相熟,到了现在依然是很好的朋友,相遇时还会时常互损,非常有爱。 这些明星们是真的很有缘分,从小在一起玩,长大还在一个领域工作。 你还知道哪些娱乐圈明星是死党呢?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